I'm just thinking cause it's over 崔永远好自一点散议员干了这件事,还唱了首歌,无数人都被感动了。 很多人以为崔永远只会斗嘴,没想到他成了娱乐圈撕开皇帝新装的那个人。 这几天,网络上媒体和大众都抱心就火地支持他,而现实中,他却还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。 如今,即使承受着换作别人都会跳楼的压力,崔永远还是带着坏笑,继续指他的崔是冷幽默。 值得注意的是,采访李小崔说他还有很多震惊的事情没干。 此话一出,很多人便疑惑起来,自从崔永远离开央视之后,这些年他都做了什么?我们所了解的除了他和方舟子因为转基因掐架,几乎再没有什么了。那么,这些年崔永远都干了啥? 崔永远和他更伟大的事业。大家知道吗?离开央视之后,小崔也开始唱歌了,还出了MV。 当我继续挖掘崔永远这首歌为谁而唱时,我震惊了。 离开央视之后,崔永远全力投入到了记忆大捞于口述历史的事业中。 用他的话来说,这个社会太二,我不跟了,他觉得整个社会都走错了,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,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,尊重真爱,却比不过别人,大家也不觉着这件事丢人。 所以,他转身抢救起了兵威的国家记忆。 他觉得只有历史,不再支离破碎兵荒骂乱人民才有尊严,国家才足够体面。 于是,崔永远和他的团队历史八年,耗资1.3亿元完成了纪录片《我的抗战》。 他说,没有花国家一分钱。 他们采访的对象,有巴陆军、新四军、游击队的老兵,也有国民党军队的老兵。 迄今为止,他们至少已经采访了3500个人,其中大部分年龄超过了80岁、90岁、100岁的也大有人在,并且采访还在继续。 小崔的目标是做一个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,大家可无偿使用。 他说自己做着一切,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觉得,一个民族没有文化,没有历史感,再有钱,也是图老帽。 然而,在早已被资本浪潮占领的中国市场中,有异的不过有意思。 起初,由于纪录片没有收视率,这部斥巨资拍摄的《我的抗战》口述历史纪录片,被各大电视台拒绝播出,小崔和他的团队只能在各地组织看片。 当小崔鞋蝶蝶蝶毛老兵们宣传《我的抗战》时,最真实、最惨烈,同时也是最客观的抗战历史也以最悲哀的方式走进了大家的视野。 亲历战争的老兵已经越来越少,今后将再也没有人来讲述这样一段屈辱的历史,可抗战爆发到现在现在才多久啊?我们整个民族的伤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愈合? 就像小崔说的一样,这个社会太二了。 这几年,敌毁些烈娱乐英雄的事件屡屡发生,为什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》才迟迟出台? 而就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》正式实行一个月来,又接连发生了近日头条旗下暴走漫画和抖音、侮辱英烈、董存瑞、刘胡兰和邱少云的事件。 不得不说,在某些方面,这个社会病得不轻。 尽管如此,崔永远却还是想改变他,希望他更文明、更民主、更适应人的生存,也更适应动物和植物的生存。 很多人都说,崔永远却在做着一项本该是国家完成的伟大事业。正如著名主持人柴静所说。 崔永远是这个时代里唯一醒着的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